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学杂刊 2014年3月,气象雷达探测到一个巨大的云状羽状物 横扫星墨西哥州东北部 它是突然出现的 在它出现之前,天空一直是晴朗的 没有任何警告,更不是雷达错误指示 它的直径迅速增长到35英里 在德克萨斯州上空移动 然后在俄克拉河马州西部消散 气象学家无法解释它是从何而来 像是来自火山大爆炸的结果 但是,新墨西哥州最近的火山活动 在羽状物出现点以东25英里处 这张照片在互联网上炸开了锅 网友提出了一系列假设来解释 其中一个解释认为 烟雾状的云来自一个用来储存核废料的设施 甚至说应该疏散部分州 但有人认为烟雨不可能是辐射 因为雷达上看不到辐射云 虽然辐射尘不可见 但核爆炸是可能的 研究者利用国家气象局的数据 和加农炮空军基地的雷达 确定了羽毛最初出现的地点 在同一地区 研究者发现了美国最大的秘密武器试验场之一 第一颗原子弹的测试地点 也就是白沙导弹试验场 1945年7月16号 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 在这里引爆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武器 研究者猜测 烟雨可能是一个秘密地下核试验的结果出了问题 导致形成了这种怪异烟雾 而且从那里相干人员得到的答复是 他们对这东西一无所知 而且自1992年以来 美国从未正式测试过任何原子武器 烟雨是否与基地的其他活动有关 1983年 罗纳德里根总统命令军事科学家们 致力于一项战略防御计划 这是一项被称为星球大战的未来武器计划 计划是在导弹击中美国之前 制造能够摧毁导弹的武器 这烟雨是不是一些先进武器测试的结果 研究者录下了当时一些卫星信号 时高时低 最后突然被切断 他们怀疑是美国军方用了一种奇特的武器 击落了一颗卫星 但是这种怀疑有很大漏洞 因为35英里宽的烟雨很难得到保密 所以至今也没人知道这是什么 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请记得点赞和评论 感谢您的收看